小朋友去茶餐廳最喜歡吃的雲吞 其實家裡十多元就可以做幾碗 想雲吞吃到香口肉又鮮肯定有些秘訣 首先找一塊嫩滑得來又帶少少肥肉的梅頭 把肥肉分開切成細塊 這樣炸的時候容易出油 開小火慢慢煎 心急吃不到靚豬油渣 趁炸肥肉 我們再把肥瘦三七開的豬肉剁碎 想吃到有口感 就辛苦點不要用攪肉機 剁到差不多的時候豬油渣就已經炸好 豬油就不要倒掉 留給炒菜或拌飯 秘技一 把薄薄脆的豬油渣倒入肉餡繼續剁 剁的時候都聞到很香的豬油味 香味就有了 想更鮮就秘技二 這個新鮮烘乾的蝦皮 平時除了可以做零食 還可以磨成粉 打碎之後倒入肉餡就開始調味 配給體皮膜 蝦皮這麼鮮甜就不需要加味精 加少許蠔油生抽 少許鹽 放多少許生粉 多些油 攪拌均勻之後 再用音力搭它七七四十三下 搭到它起膠就可以開始包 皮太薄就跟著我包 放少許肉 向下對摺 再底部向上摺 塗少許水 向後再打個彎 就變成一個金元寶 不會露餡就OK 樣子少少少沒問題 3元雲吞皮就包了一大碟 早餐或是宵夜吃不到這麼多 就用保鮮盒裝著 倒少許粉 拋一拋 不要讓它黏一塊 放冰箱 急凍就搞定 幾時想吃就六勵食 煮雲吞要注意水太滾 皮容易煮難 水滾之後下少許冷水 第二次再水滾就熟得均勻 早上沒時間煮靚湯就滾個紫菜花甲湯 磨少許胡椒粉 加少許鹽 花甲唱歌就搞定 趁蝦皮新鮮 加多點蝦皮 淋少許頭粥 將鮮甜到爆的紫菜花甲湯 倒進去 加調柚菜就大功告成 像我這樣做 更好吃過門口的雲吞店 下午早餐就不用那麼頭痕 我是小喵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個讚